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高空坠落 顿气 包括我们常听多的跌倒 挤压 甚至暴震的伤 都可以统称为创伤 按照原因我们可以分为锐气伤 顿气伤 和其他的火气伤 冲气伤 包括皮肤软组织的扭伤 挫伤 挫裂伤 以及皮肤撕裂伤 这其中我们经常听说的 或者是说在临床上能碰到的一个综合症 就是挤压综合症 它是创伤所导致的 但是它是以肌红蛋白料和高血钾为特征的 极性肾功能衰竭和修克的一个病症 主要机制是因为大量的红细胞和肌细胞的破坏 崩解了产物 损伤了肾小管 所以引发了一个极性肾功能衰竭 严重的可导致修克甚至死亡 按照床上的部位我们可以分为颅脑伤 壳面部伤 颈部伤 胸部伤 腹部伤和肢体伤 按照组织器官可以分为内脏的破裂损伤 软组织挫伤以及骨折 按照皮肤是否完整 我们可以分为开放性损伤和壁核性损伤 开放性损伤最常见的就是开放性骨折表现 或者是皮肤的切割伤 撕裂伤 壁核性损伤最常见的腹部的壁核性外伤 顿机伤 包括其他车祸伤 也会导致一个腹部的壁核性损伤 腹部损伤还可以分为开放性和壁核性两种 顾名思义开放性就相当于场管 腹伤相通 按照伤情的轻重 我们可以分为轻伤 中等伤 重伤 当机体损伤以后 为了维持自身的内环境稳定 所做出的防疫性的反应 我们称为创伤的反应 它主要引起的是戒指的释放 然后感受伤害的神经的传入的一个刺激表现 以及有效循环血量丢失 导致的一个压力感受器的刺激表现 创伤反应可以分为局部反应和全身反应 局部反应我们可以表现出来的是红 肿 热 痛 它主要因素就是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冲血 水肿 以及毒素释放和介质因此释放的因素 创伤性的炎症是有利于创伤修复的过程的 我们可以理解为炎症释放的一些纤维蛋白源 包括中心粒细胞 包括单核细胞 它对于创伤的一个修复是一个起了积极作用的因素 全身反应包括临床因素 实验室的检查 以及代谢的因素 和全身的一些其他机体的表现情况 临床因素包括了发热 心跳 呼吸加快 包括厌食的一些表现 临床数据我们经常听说的就是肝生功能去损害 包括淋巴细胞的增加 中心粒细胞的增加 以及C反应蛋白 包括降概素源的一些增加表现 代谢反应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分解代谢远超于它的合成代谢 包括糖 脂肪和氨基酸都是分解超过于它的合成 在创伤反应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新输出量是增加的 它的气体血流交换是增加的 而且还伴随着体重的一些表现 下降 包括其他一些因素 创伤会导致出血 疼痛 肌紧张 从而导致一个神经内分泌系统反应增加的问题 在创伤反应中我们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交感神经的兴奋 以及肾素 血管紧张素 全库酮系统的一个反应增加 它表现出来的主要就是为了维持有效循环血量的稳定性 在创伤的组织修复过程当中我们知道 创伤分为三个阶段 炎症期 深深期和斑痕重塑期 炎症期它主要是通过炎症介质释放 包括其他一些因素 然后控制损伤的进一步加重表现 而真深期它主要通过上皮的爬行 包括机制的充填 以及鲜身毛去血管化 从而控制损伤的一个进一步加重 形成创优的一个愈合过程 而斑痕重塑期呢 它主要是通过斑痕的增深形成 通过水肿的一个消退表现 进而表现出来一个 巴含增深的一个改变 炎症反应期一般表现出来是 伤后即可及至数日的一个情况 它主要是出血的一个改变 通过血管收缩 凝血积联反应 进一步控制出血 然后通过纤维蛋白源的渗入 血液凝固 然后进而封闭窗面 而且同时这个期间 它的微血管通透性是增加的 它还是有炎性细胞的一个渗出 通过炎性细胞进行一个抗菌 以及吞噬坏死组织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期是组织生成和肉压形成期 它一般表现出来是 伤后数日至数周的情况 它通过沉间维细胞 血管内皮细胞 以及新生血管 形成肉压组织 进一步形成巴痕组织 从素期 也就是伤口缩缩和巴痕形成的过程 一般是伤后的数日至数月 它主要是通过胶原聚集 以及机制的形成 我们提到组织修复 进而就理解组织的修复的一些相关因素 包括有利于组织修复的因素 以及不利于组织修复的因素 不利于组织修复的因素 包括全身因素和局部因素 全身我们经常听说的 包括营养不良 休克 低血流量改变 糖尿病 包括激素的一些长期使用的病人 包括放化疗的病人 以及老年的或者肥胖的病人 都是一个不利于组织修复的一些因素 局部因素主要表现出来的是组织缺血缺氧和感染 包括水肿 以及异物组织的一个残留的因素 而有利于组织修复的物质呢 一个我们包括了组织的有效灌注 以及有效的养共情况 二个包括了维生素A C B D E K 等等的相关作用 维生素A主要是四级纤维组织形成 胶原胶联以及上皮生成的作用 而VC则是赖氨酸和普氨酸腔化 以及胶原胶联中的必须的辅助因素 维生素B D E K 也有它相关的作用 包括微量元素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经常听说的心铜 它是许多酶系统中的必须的辅助因子 而我们的铁钙铭也是蛋白合成中 所必须要用到的物质 好的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